你相信命嗎 你如果要相信命運 那你就把命運看作對你的是一種枷鎖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了 你就覺得很放開 很可以去做一些你想做的 但有的人會覺得哎呀命該如此 我絕對就是跟我定好啦 我不能動啦 我就這麼做吧 這也不一定 我們以前叫譬如說 叫自社改變命運 你就是不相信命 你相信命你還會去讀書嗎 用讀書來改變命運嗎 命的運其實是兩個概念啊 命指的是你這個出生的這個家庭背景 社會背景 你比如說你生在一個非常貧窮的一個山區 一個地方 這就說到不好聽的話 你的命就是固定了 你就是一輩子就是這樣的 有可能的 對吧 這就我們叫界界固化 其實這個問題呢 我就剛才說了 就是其實 小範圍來說就是一個固化 就是一個結局固化 就是一個結局固化 你用就像你說的富二代 他的貌似上面已經給你帶好了 你是富二代 對吧 那你如果是生在貧困地方呢 他就是窮二代了 您覺得現在社會 對這些中國的這些年輕人的上身通道是公平公正嗎 不公平 還有硬硬 還有尾巴 還有封建的尾巴 所謂封建的尾巴就是我們幾百年來 包括改革開放 帶來的帶來的去負面的東西 還是相對來說還是多 您對我們這個教 現代年輕人的教育啊 有什麼看法嗎 外來的東西接受的太多 傳統的東西 丟掉了 丟掉了 嗯 傳統東西指的是什麼 傳統東西指的是中國的文化 人以理之性 以理之性 嗯 這是不能丟掉的 嗯 就您個人的觀點來說 您目前認為中國社會 目前有哪些問題嗎 我覺得還是儘快的要 少許要貧富差距 哦 您認為最大的問題還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農村問題 是大問題 農村問題 農村什麼問題 農村的問題是 農村人口的結構 不是全部都往城裡放 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這不對的 你要知道我們中國人口是 農民是賺百分之八十的 嗯 如果你把農村人口全部往城裡放 把城裡無限的誇大放大 你肯定會把這一頭 農村這一頭 造成一個無法彌補的回憶 現在我們國家的發展是提高城市化 完全錯了 因為現在發達國家的城市化 已經達到了百分之 達百分之八十 有的甚至達百分之九十 這我明確告訴你 有腦子的 這種知識分子最多就是四五十歲 我們六七十歲的人 絕對是反對的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為什麼 他講的是一面 他疏忽了大面 你看看 印度巴西 兩大人口大國 講過這個問題嗎 從來沒講過 為什麼 他永遠把這區平民 建民 放在邊緣地區了 看到了沒有 他為什麼不往城裡幹 他知道他承受不起 他無法承受 你把一個城裡的帽子 給一個農民戴上去 那我問你 後面的東西怎麼跟上 你公共資源到哪裡去了 怎麼來的 我們公共資源是有限的 對吧 我不反對農民進城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告訴我 你怎麼來安置農民進城以後的生活 保障 保障 你告訴我 你把農民 把路修好了 把生活保障給農民了 農民反而要比你在生意生活要好 他不會承 我對 我在蘇州 我為什麼敢說 因為我在蘇州 待了這麼長的時間 我對蘇州的 魚米之鄉的一套 我非常了解 所以你說四五十歲的 在大學教授跟我來談這個問題 他怎麼談得過 我七十歲的能 在農村待了這麼許多年 我會不知道農村的情況吧 農村你給他一塊地 他可以生活一年 他可以養雞養養 你到三樓四樓 資料水一開一塊 電燈一開五毛錢的 我昨天看到一個 能叫我一個女同志 她說你算什麼 她說我四不像 我在城裡的不是城裡人 我在農村的不為種地的 對吧 也要工作我們有的 它變成什麼了 變成什麼都不是了 上海改革開放 我去過最豪華的地方 剛剛改革開放 你看到過的四大天王 歌星 我都看到過 都跟我們一起唱歌 我們一個晚上消費兩千塊 工資三十六 都不可能的 那你怎麼會拿 有那麼多錢去消費呢 大量的香港人啊 台灣的到上海來做生意啊 可以開放嘛 但是我不下海 我沒下過海 那你沒下海 你怎麼有那麼多錢呢 我跟他們這一期 他們買單 他們請客啊 我還買單 您對我們的國家和社會 有什麼想說的嗎 我覺得我們社會 只有越來越文明 只會越來越進步 為什麼 因為一個社會 只有不斷地進步 不斷地提高文明素質 這個社會才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認為我們中國 絕對是一個有希望的中國 而且我們的希望 完全是寄託在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後面 為什麼 他會用他們的智慧 把我們國家會建設得越來越好 您認為我們國家如果要達到 這個發達國家的水平 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還需要多久呢 20年 20年 你這個是怎麼得到的 我認為我們現在 就是我下一代 就是我們的下一代 他們的思理 他們的方式 他們接受的能力 他們的智慧 對 多比我們好 多比我們更有進步 我們現在還是處於社會主義 處境階段 不是處境階段 絕對不是 什麼階段呢 我們最起碼 我們最起碼 我們的祖國 我們做目前的水平 我們最起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最起碼 20年做夠 你看 我們現在大學不是經營 我們現在大學的水平是普及化 是全民化 我們的大學的大專大學 應該是普及了 對吧 這是最起碼的 所以二層就是這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所謂的生活水平 我們是有跟歐美國家比 我們是人口多 但是我們的建設速度 居住環境 我們是完全可以達到的 只不過是地域不同 人口的結構不同 他們住平房 我們住樓房 我們不可能每家人家 去住平房的 因為我們沒有這麼許多地 從我們的科技水平 從我們的目前的科研水平 我們用20年的時間 再用20年的時間趕超俄美國家 應該說是這個速度是個人 您還是挺樂觀的 這個我覺得還是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40年的速度 你想想看 1992年的時候 台海危機 跟我們這次碰到的危機 就不在一個水平上面 我們這用了幾年時間 我們這用了十多年的時間 我們就乾修肌肉 對吧 就乾亮劍 這就不一樣了 我那時候台海 是我們去的時候委屈的 那我們就要看這個問題好了 對吧 這個問題我們明顯的 只是要沒頭期的 您至少是在中國來說 是屬於這個中產階級 中上等的 我可以這麼說嗎 中上等 您謙虛了 您說剛剛達到中產階級 剛剛剛剛 就是小平同志也希望 我們能夠達到一個 小康水平 我們講的小康水平 小康水平 小康水平 小平同志的小康水平 我們上海的基本上 80%可以達到